我是熱愛這個事情的 一直想講故事 創作出一個比較鮮明的人物 把這個人物的命運延續 我覺得還是蠻有意思的一個事情 可能自己太喜歡賽車這個東西 所以他很明確自己要什麼東西 當中那個圓的動力有點不夠那樣 專業的職業車手 一般人我覺得也做不來 車手車手就不死 導演導演就不死 導演又對賽車的這種動作都要這麼棒 比如說這個的角度要看45度 這個手回 你越用力就會覺得你越緊張 因為你這個手他們心會很明顯 因為他是個賽車手 他不只是用一個導演的眼光去看每個鏡頭 他會還從賽車手的角度去看每個鏡頭 是不是還可以最後是一個焉再大的 比了十多年的比賽了 你們這方面有一些職業優勢 燒個兩秒你方向一動 好嘞 它是一個賽車細節號 賽車的整體設計 車內飾的設計 車中控台等細節 在專業真實的基礎上 不斷優化功能 每一處都下足了功夫 白色碳纖維 確實是觸摸它 我們在拍的時候 俺腦關注的就是 這個車過的彎道的線路好不好 我的姿態對不對 這個速度夠不夠啊 要求都會非常高 他們對拍攝的內容的要求 還有畫面呢 他一直保持著把每一個鏡頭 做到最接的效果 他就是會把自己捲死 原地出庫其實能這樣 能到這兒 你像他又是編劇 又是導演 所以他的溝通成本是0 就自己跟自己吵架就可以了 然後就把一個很好的飛機也飛出來 我在想怎麼樣 在把這樣的比賽 可以給他寫得更加的扎實 更加的軟一些 有些事情是需要更加的 妳不覺得只是拼多了 她跟那些人進入 也就是說 對她的 我別忘了 她的跟那女人發生了 我別忘了 她是誰 我 doesn't know 她就是我 她是無所謂的 她媽的 她真正 那是公平啊 咱不是說得好好的 發了車就退散嗎 我想試一下 到后来他真正的上车 夸向自己内心的霍苗 是没有变化过的 感受到一种呼应了吗 当时在这剧本的时候 就在想说我们也经历了 非常难忘的这五年 一缓五年后 他就是能够走 想如果我们遇到五年前的自己 会得自己去说些什么 可能什么也不用多说 只需要五年前的自己 对现在的自己的一个 自信扛下去的一个肯定 可能这已经很足够了 能躺住的长持 重现的一瞬间 好像人生刚刚过了一个 很重要的终点 那一刻好像内心会是 有一点懵的 所以音乐把那一刻 全部都安静的 留给人物的内心 我觉得这样可能对于观众 也是一个不同的体验 人越往下走 可能越会感受到 团队的力量 三手相握 这也是这部电影 特别想推出的地方 在第一部的时候 虽然有团队一起帮忙 但它是独自上场的 第二部它不光有车队 李航也坐在了旁边 这种团队感是我们当时在研究剧本的时候 就牢牢地建立起来的心理 这三个人没有分开的团队 那些团队在聚集的时候 我每次看都觉得很圆 所以我很希望观众能够喜欢他们这一个车队 喜欢他们整个团队中的每一个人 结束的时候 马上希望大家在那里庆祝一个胜利 我相信那一刻是很感恩的 反正我的团队是有点弯起来 Under the 你 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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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